盘点江夜中唐国十大高手 唐国是江夜世俗势力中的第一强国 甚至可以跟西陵神殿分庭抗敌 唐国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唐国有书院 书院有夫子 唐国不仅有四大名将 浩天道南门 更是有书院的一堆教科先生和夫子的十三位亲传弟子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唐国的十大高手 第十名 书院扫地婆婆 猜测境界是知命境上以上 扫地婆婆是书院的唯一的女性荣誉教授 书院数科中最强的人 是原文明确 书院中除了李曼门 君墨 于莲和宁缺外 书院战力最强之人 高于神福师 黄鹤教授 全书没有任何出手记录 曾在刘一清读书院门口时进行劝说 猜测跟柳白是亲戚关系 并且还是柳白的长辈 另外和扫地婆婆差不多的 还有大将军徐迟 书院后山读书人 书院黄鹤教授等等 第九名 夏侯 境界五道巅峰 大唐四大名将之一 连升三十二的徒弟 是林光源草案的制造者 在疆场上 以沙发果爵著称 有绝对防御明光甲和明枪傍身 是宁缺前期最大的boss 燕明湖一战 把宁缺逼得底牌进出 最后宁缺在桑桑的帮助下 才勉强战胜夏侯 耶稣曾说过 即便是自己面对夏侯 也不容易取胜 第八名 许氏 境界五道巅峰 号称一只脚迈入五镜的门槛 大唐第一名将 曾在燕明湖之战前 与君墨对峙一整夜 因身患费疾 被唐王派到南方镇守 属于半镇守半养兵的状态 举世伐唐爆发后 李婚源怕许氏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于是将其行踪暴露给西陵神殿 后来许氏在小山之战 遭到西陵长教熊出墨的埋伏 虽然最终战死 但在死前断去熊出墨一臂 可见其战力非常不俗 远超普通的知命巅峰 李婚源出卖许氏的行为 被认为是在自毁长城 盘点江夜中唐国十大高手 第七名 颜色 知命境巅峰 由世间第一神浮师之称 此前破五镜 是第一个破五镜的神浮师 颜色与西陵魏光明是师兄弟 毕生都在钻研福道与收徒 在福道上的成就极高 被夫子誉为 在福道上走出最远的神浮师 早年间曾与剑圣柳白 站于东海长堤 以突笔服役 削掉柳白的半截眉毛 魏光明入长安城后 颜色与其在长安城外的土山上 展开终极一战 此前两人双双破五镜 颜色看到了一道前所未有的大福 第六名 君墨 知命境巅峰 书院二先生 也是书院最骄傲之人 从初十到不惑境界 仅用了十五天 烂科寺之战 斩悬空寺戒旅堂首座 杀烂科寺主持 一剑批回瓦山佛像 清霞之前 利错叶红于叶苏 使数十万西陵联军七天里 无法越清霞一步 曾配合宁缺 射杀清禾郡崔老太爷 定死玄空寺蒋经首座 与九徒 屠夫 蒋经首座 七念等人 均有过交手 灭佛之战 一剑斩断 佛祖真身 第五名 宁缺 知命境巅峰 书院十三先生 实际身份 是一名穿越者 佛道魔 佛四家兼修 拥有浩然剑 浩然气 元十三剑 大和剑意 饕贴大法 书院不弃意 各类神服等无数底牌 灭西陵之战 连杀阿达 横木利仁 龙庆等人 一道斩杀清静之上的灌主 破碎浩天世界 成就今日之地球 第四名 于莲 魔宗史上最年轻 且最后一位宗主 主修神秘的二十三年禅 一生三次废掉西陵长教雄出没 实力上不弱于早期的剑圣柳白 灌主入长安之战 于莲与李漫满双战灌主 削掉灌主的三根手指 后宁缺感悟人间之力 预斩灌主 灌主架彩虹想逃 于莲手握魔宗血刀 一刀将其斩落彩虹 书院灭西陵之战 斩杀金杖王庭国师 宁翠衙 催动秘法 秒杀赵南海和熊出没 其实力得到屠夫的认可 盘点江夜中 唐国十大高手 第三名 李漫满 境界书院之无惧 书院大先生 小师叔之后的书院第一 这里的第一 是指每一项第一 无论琴棋书画还是阵法 虽然名字叫漫满 但是学东西却是最快 李漫满十三岁开悟 三十岁不惑 后三月入洞玄 入洞玄当天傍晚 观目云入之命 就连夫子也忍不住称赞 朝闻道 而夕入道 无知不及也 然后三天破五镜 达五巨镜 对无惧的领悟高于贯主 被贯主誉为年轻一辈中的第一人 烂科寺一战 李漫满以一百零二根肋骨为代价 配合君墨 撞开佛宗法阵 向前一步逼柳白收剑 后来学会打架 在举世伐堂之战 与凭借夫子木棍 与贯主大战七天 后面多次与讲经首作 九徒和贯主等人交手 掌握诸多绝技 贯主也承认 他是天下第二高手 全书结尾时 李漫满与于莲乘牛车 出寒谷官 并留下道德经 成为第一个证明 新生世界是球形的人 第二名 柯浩然 境界猜测是 七境之上 书院的小诗书 全书天资第一人 16岁自创浩然剑 以一把青钢剑 打遍天下无敌手 宁缺曾评价 连生是万法皆通 对此连生说 柯浩然在天赋上 是一法通万法通 却能演化出世间万千道法 既可以模拟出浩天神灰 也能以浩然气 用出凡龙大阵 无论修行还是别的事情 都是一学辩会 佛宗说的什么 知见杖 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出现过 曾单见灭魔宗 第二次出山后 拜见天下所有高手 就连西陵长教 和灌主陈某 都拜在他的剑下 最终因为对整个世界迷茫 而拔剑问天 第一名 夫子 境界为无惧 浩天世界无数万年来 人类第一个无惧境界 前不见古人 后大概率也不会有来者 荒原一战后 登天化月 连浩天也称没有把握战胜他 是江夜世界的不朽传奇 未来还会以月亮的形式 保护人类无数万年